先将你的QNOTE板子拿出来 然后我们把mini USB连接布插上去 然后将你另外一端的USB也插到电脑上 开启QBlock 然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右上角这个地方会显示未连线 无装置 那我们就来装置这边 选择序列布 序列布呢是连接的窗口 所以你点选 如果你的板子有插上去呢 他一定会出现一个 可能是COM3或4都有可能 请你选择他 那选了之后呢 他就会跟你说连线 就是窗口已经对应到了 所以这里会打绿色的打勾 但是呢未连线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按一下连线 这样就能够连线成功 那我们的板子呢 如果你的板子第一次使用 好或者前面呢 之前有用烧录的模式使用过 那我们就必须把板子上面的韧体 重新再置换过 所以你必须要多做这一个步骤 再重新连接一次 那如果没有 没有的话 你只是使用QBlock 再使用这块板子的话 那中间这个就可以不用做